随着全球的疫情持续紧绷 在家上班上课的生活形态持续 让各国政府都不断加码砸钱 在网络通讯的建制环境 这让台湾的网通常订单动能持续的强劲 同时也开始反映在第三季的财报上 其中像是网通股王智邦 前三季就大赚了超过六块钱 另外加世达集团也在入主明太之后 带来了成长动能 随着北半球进入秋冬之际 天气转冷病毒再次活跃 新冠肺炎疫情越烧越热 各国对数位化网络投资也将越来越大 我们的订单能见度已经到明年的Q2 甚至有的产品现象中期 能见度已经到明年Q3了 台湾老字号网通厂明太 新任董事长黄文芳不讳言 的确是疫情推升了业绩成长 尤其是与大股东友训 在经营权之争平和落幕后 迎来了成长契机 我们Q1到Q3 year to date的话 明太的成长从111亿成长到224亿 将超过100% 那这里头有一大部分是 我们投资的重期造成的影响 明太自己本身Q1到Q3 比去年同期也成长了38% 如今明太经过改朝换代 有了加斯达这位副爸爸 同时也合纵连横成了集团 大舰队的一员 主攻网通事业版图 看起来Q4的状况也很不错 但是当然你也知道现在有缺料 所以这个部分给我们最后营收 到底会有多少就带来一点不确定性 看来现在网通厂不怕没订单 就怕缺料无法顺利出货 但追料总比追单要开心 主要是在家上班上课 远距教学与会议带动网路通讯商机一波波 我认为在这个Data Center这一方面 数据中心这一方面 应该需求还会继续增强 在于企业跟家庭的需求 就是持平 之邦身为网通股王 前三季财报持续亮眼 美股税后净利大赚了6.6元 另外还有友讯正文等 也都传出获利创新高的好消息 另外前段网通晶片厂瑞誉 单月营收也是不断飙高 很多产品必须连接在一起 你才有办法讲说5G讲AI 那这种你要把东西通通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瑞誉能够提供这个服务 提供解决方案的地方 四通八达的网络串联全世界 谁能提供通讯智慧解决方案 创造获利就能吸引投资人目光 记者朱元英 姚映哲新主采访报道